吴迪纳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在去年的1月 花莲县消防局局长林文睿 从消防局退休改由副局长吴兆远来担任代理局长 而31号上午举办了新任局长吴兆远宣示就职典礼 那么由县长徐正卫主持并且担任监事人 县府人士处长曾淑芬担任监销人 那么新任的局长致辞表示 将持续守护县民的安全场面简单隆重 花莲县消防局31日上午举办新任局长吴兆远宣示就职典礼 由县长徐正卫主持并担任监事人 县府人士处处长曾淑芬担任监销人 包含副县长严新章 副议长都为县议员以及结案商长等人都出席管理 场面简单隆重 以示以致诚 克尊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保备公平 不耐用人员 不隐私务力 不收受费落 不为誓言 县受罪业一支阻担 警示 宣示人 吴兆远 中华民国113年1月31日 吴兆远首先在此 谢谢县长的在这一提及 吴兆远的机会 能够以消防局和同仁 万一遍进去严 напис 这就是两个新的 当内人庆长在这墓城 我们教会局长 随在那时 一致没有違う соглас 尤其是從前陣燈的燒消耗 燃燈的燒消耗也多了很久 在陣燈的陣燈 在陣燈的燒消耗術 陣燈有多漂亮的燒消耗 在陣燈的燈燈 在陣燈的燈燈 我想陣燈的過程中 我想解釋它整個的行政 還有希望更加在燈燈的行政 在陣燈燈的燈燈的燈燈 豐盛的燈燈燈的燈燈 現在就想到想 整個燈燈燈 對於其他人的功夫 真的還是規範 來 先從溫馨 這是趙克希 非常非常的期待 在新任局長裡面 各家人的獲得 帶來比較有機會 讓我們消防局的同仁 能夠一起來故隆 新任局長吳兆遠自力完整 歷經內政部消防署 直下市及地方行政機關磨練 在花蓮縣消防局擔任科長 及副局長長達十年之久 吳兆遠表示 感謝縣長肯定於提息 未來施政將讓民眾有感為方針 深度了解鄉親迫切需求 以貫徹幸福花蓮施政目標 接著長邦彦臨時報道 是最大的消防局 對的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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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